皇宫 李贵人在回永和宫的路上 看见月色明亮 一时兴起 就去了玉花园赏月 不料 师父 我已经找机会 把东西十二宫都搜遍了 没有发现铜侠 这皇宫这么大 咱们这么找 等于是大海捞枝 最好 能够想办法弄到皇宫中 宝库的储藏名册 查到铜侠峰的什么地方 或者是赐给了什么人 我正想尽快 结交大内总管李德福呢 等一下 好像有人在跟踪咱们 好像是两个男人 而且他们的呼吸很重 应该武功不高 但是他们的行踪诡异 只怕不坏好意 当时 为了不暴露身份 我们既不能施展轻功 也不能反抗 而只能借着强劲 避开要害不容易 但他们的目标 救命啊 似乎只针对利鬼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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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刺客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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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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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我们自己的武功啊 会不会有人 识破了卿城的身份 不可能 如果识破了身份 他们不应该暗杀我们 他们直接揭发我们就好了 这两个蒙面人 能够逃过宫里的搜索 应该就是这宫里的人 而且还一定有地位 今夜的行刺 一定是受人指使 能在这宫里 买凶杀人的人并不多 凶败 可是凶败有什么理由 要对卿城下手 等等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觉得 其中有一个 蒙面人的身形和眼睛 甚是熟悉 有点像 李公公 李公公 这样就没错了 李公公就是熬败 埋在康熙身边的奸细 多半是熬败觉得 卿城挡了一欢的道 所以才让李公公 暗杀利贵人 等我明天去见见熬败 探探情况 大师兄 卿城 你醒了 大师兄 估计还没有醒来 他只是在说梦话 柳师傅 让卿城撤离紫禁城吧 我们换一种方式 寻找童侠 不行 卿城入宫以来 他已经成功地得到 皇上的宠爱 他现在又很用心地 结交内戒 我相信 我们很快就能拿到 皇宫宝库的储物名册 查到童侠的下落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怎么可能功亏一篑 可是让他一个人 留在紫禁城里 伪身势敌 实在太危险了 也太委屈他了 个人承受的委屈和痛苦 比起国破家王来说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太子 如果你执意优柔寡断 儿女倾城 岂不是让整个联盟的 数万亿事 寒心吗 立贵人的伤事已经处理好了 立贵人的伤事已经处理好了 李太医 辛苦了 那微臣先告退了 回头微臣 再煎一副治伤的药来 李太医慢走 李太医 桓大爷 李太医 我随你去太医院 给立贵人取药吧 有劳桓大爷 朱哥哥 你知道吗 我刚才听见徐姐姐在昏迷中 喊了你的名字 这应该只是凑巧吧 人在虚弱的时候 总是很容易想起自己的亲人 可他最亲的人是六师父啊 但他喊的是你的名字 朱哥哥 你不会迟钝到 连徐姐姐的心思都不知道吧 桓妹 别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 好 以前在明珠谷的时候 我跟雪姐姐也同整共联过 我不止听过她一次喊你的名字 你知道吗 雪姐姐喜欢你是悄悄的 不敢表露出来的 桓妹 有些事情 就算我们心里明白 也不要说破 因为除了带给大家尴尬 扰乱大家的心神 没有任何的作用 你只要明白 在我朱慈萱的心里 只有你李宜欢迎一个人 其他人对我来说 都只是朋友 还有亲人 听你这样说 我更加为雪姐姐难过了 那种暗恋的绝望感 雪姐姐一定很痛苦 你不要再说了 咱们这群明珠谷长大的孩子 尤其是我 在没有完成明珠谷的大业之前 不要说是幸福 连痛苦的资格都没有 心意 莱一姑娘 我送给你的衣服 可爱合你的心意 都很好 不仅质地好 做工也很精致 也很合身 有劳公子费心了 那你为何不穿呢 这旅途之中 风尘仆仆的 我 舍不得 舍不得 千尔姑娘 擦擦汗吧 舍不得 二公子 什么吩咐 找一个幽靖之地 让我们避避数 等若兰过去之后 我们再走 位置避命 我快输了 秦颖姑娘 不仅武艺高强 连齐也下得这么好 我虽出身寒门 可在乡林里 有很多隐居的 奇人异事 他们都很热心 经常会教我们 所以 无论是琴棋书画 还是武功技艺 我们都略会 我们都略会一些 原来如此 在这改朝换代之际 总有一些 不肯使星君俸禄的 前朝高人 宁可隐居山林 传道寿业 这样既可以独善其身 又兼济天下 真是令人佩服 吴三贵 虽然现在全倾天下 但谁不在背后骂他 是卖主穷人的大汉奸 可是从 如应齐的话里 似乎能听得出来 他对他父亲 也有些不满 公子 你这话 要是被令尊平夕王 听到了 怕是有些不妥吧 的确 若是在我父王面前 我确实不敢如此放肆 可是 在姑娘面前 我却可以 放下一切 畅所欲言 我却是在那里 我最美的 费女子 也不是 我却不担心 放下你 适当了 söyl丝聪 我以为 二人 太阻碍了 我以为 你 来 你 病 个 想不到姑娘也如此妙解音律 千尹是听到公子琴声优美 一时兴起 献丑了 这首凤囚花 我不知谈了多少遍 可从未有过今天这般尽兴 姑娘配合的销声恰到好处 这首合奏真是痛快 痛快 石将军 想不到二公子的琴弹得这么好 我家公子琴气舒化 无所不惊 只可惜他不会武功 不过有石将军这样的高手坐镇 想必他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我家公子最喜欢弹的就是这首曲子 不过在下是个粗人 荣马一生不懂音律 叶少侠 你可知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 此曲名为凤囚皇 乃司马向儒所作 相传他曾经以此曲 隔空向卓文君示爱 最终俘获了卓文君的芳心 是吗 没想到叶少侠自称猎户出身 竟然如此博学多闻 石将军说笑了 在下可算不上博学多闻 只不过 林湘有一个私塾先生 酷爱孤亲 我有幸听他俯过此去罢了 你们兄妹二人表现不错 这是这个月的大不完 请大人放心 卑职兄妹一定会竭尽全力 报效中堂大人 这个丽贵人伤势如何 他受了重伤 经卑职用心医治 才算保住了性命 不过他失血过多 尚需调养 其实 你不必这么费心地医治 这个丽贵人 卑职不太明白 皇上一连三日 宣义欢进殿侍寝 最终也只封了他一个 品质极小的答应 随后 皇上一连几日 宣厉贵人作陪 用不了多久 这个厉贵人便会再次生迁 像这样一块绊脚石 留着他有何用啊 大人的意思是 厉贵人舒婉欣 是山西总兵 书剑的独生女儿 这个书剑 是索尼一手提拔的亲信 这个索尼素来和老夫不和 好在 几年以后 索尼病老而死 但是他那一派的势力 仍是老夫 在这宫中一大阻碍 所以老夫认为 说什么也不能让 书剑的女儿受冲 那这次厉贵人遇刺 自然是老夫安排的 这两个宫中的内线 武功虽然不高 但是对付一个弱女子 应该是绰绰有余 结果还是失手了 听那下回报 说这个厉贵人 表面上惊慌失措 其实却是成功地避开了要害 好像会武功 这个厉贵人出身于武将施加 会些简单的功夫 也未尝不可能 所以要找一个更好的办法 要不露痕迹地 解决掉这块绊脚石 你是一个聪明人 用不着老夫 在教你怎么做的吧 大恩的意思是 要卑职借着智商的时候下毒 万一被人发现了 卑职只怕性命不保 你尽管去做 有老夫在 自会保你 这无权的 卑职遵命 好多了 真是奇怪 厉贵人已经遇刺好几天了 可是这皇上 只派人过来慰问过两次 自己却从来没有亲自过来看望他 这皇上 不是很宠爱厉贵人的吗 这有什么奇怪的 宠又不是爱 皇上年少风流 后宫嫔妃众多 他不会把我真的放在心上的 就算康熙不是真的喜欢你 但欧拜居然敢勾结内侍 行刺后宫的嫔妃 这对于他的君王权威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挑衅 所以康熙绝对不能容忍 他不来见你 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我虽然入宫不久 也没能见过康熙 但我能感觉到 他是一个 城府很深的皇帝 大师兄 还是让小师妹 尽快去找龙三吧 告诉龙三 欧拜就是行刺我的幕后主使 试探一下康熙的反应 自从龙三知道 坏妹之前对康熙说的 都是些谎话之后 龙三似乎就生气了 再也没有出现过 连坏妹给他 发出的约会信号 他也都是置之不离 也许不是龙三置之不离 而是他正奉了康熙的命令 在忙着调查我遇刺一案 我看 还是让小师妹 主动去联系他吧 这是挑起康熙豪 败争斗的绝好机会 千万不要错过 好 我听龙三说过 他经常在御书房当柴 我让花妹去试试 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嗯 诶 站住 看你这身打扮 你应该是个搭影 啊 怎么这么不懂规矩 跑到这御书房来了 诶 你 你怎么这么眼熟啊 我想起你来了 原来你也是侍卫 在御书房当差啊 龙三呢 我要见龙三 你是 你忘了我了 大概三个月前吧 当时刑部镇压着一群要犯 去赛事口斩首 咱们碰到了 当时你跟龙三在一起 想起来了吗 小孩 干嘛呢你 是你 我呀 你是个女的 还进宫当了个搭影 啊 龙三呢 龙三 难道你不知道龙三他是 我知道啊 龙三他不是御前侍卫吗 在御书房当差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 我明白了 龙三他今天不在 你身为搭影 也是后宫中的人 没有宣召呢 不得随便来到御书房 以免惊了圣驾 现在皇上啊 马上就要退朝来御书房了 你赶快回去吧 龙三也不在 走就走嘛 皇上哪那么容易 就惊了圣驾呀 皇上来了 快快快 我 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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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我是龙三 那外面的人为什么称呼你为皇上 还给你跪下了 我真的不是皇上 我只是长相和声音都酷似皇上 所以啊 被皇上选做替身了 你 你是皇上的替身 对啊 我只是皇上的替身 我们这大清啊 虽说入关数十余年 可是根基还未完 这皇上又还年少 刚刚亲征不久 不管是那些签名余孽 还是那些妄想谋朝篡位的全臣 都有暗杀皇上的企图 就拿这个敖拜来说 连顾名大臣苏克萨哈都敢杀 还勾结内侍给皇上下毒 所以啊 皇上时常让我扮成他的样子 我就说嘛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可能是皇上呢 你要是皇上的话 怎么可能半夜三更地 去玉闪房偷东西呢 还跟我结伴兄弟了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皇上三日侍寝 不肯让我看他的样子 一直戴着面具 就是怕我发现是不是 对啊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 为什么你在宫里面 打听不到侍卫龙三这个人 因为我不是普通的侍卫 我不占班 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 出来替皇上一下 那也就是说 你是皇上的替身 那也就得替皇上挨刀子了 我身为臣子 当然要消灭于皇上了 再说 皇上带我不薄 我也是心甘情愿替他卖命 龙小弟 你太可怜了 你说你当皇上的替身 皇上对你好 说白了 就是让你去给他卖命 从古至今 所有的皇帝都一个样 此思此理 全都是冷血无耻之徒 老大 你就别当我的面 说皇上的不好了 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 你今儿怎么想起 跑这御书房来找我了 还说呢 几天都不理我 我有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你 重要的事情 这皇上一听说丽妃遇刺 就怀疑过偶拜 没想到真的是他 可不是吗 这个傲拜勾结内侍 情慈嫔妃 简直是胆大包天 把皇上都不放在眼里 老大 你是不知道啊 这傲拜把持朝政多年 这朝廷上下 宫中内外 全都是他的势力 皇上 暗中派人查探了几天 也没有抓住他半点八点 那难道就这么算了 小夫人责乱大谋 眼下还不是跟傲拜翻脸的时候 所以 只能当做赞不知情了 这个傲拜贼心不死 还逼着我哥哥 要去厮杀利贵人 你务必跟你哥哥说一下 千万不要听命于傲拜 皇上已经在暗中 想办法铲除傲拜了 所以 要拜托你哥哥 多跟傲拜周旋一段时间了 放心吧 我哥哥啊 肯定不会助纣为虐的 不过你说这个小皇帝 他的计划可行吗 会不会很危险啊 老大 这皇上呀 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 那个风流好色之徒 他呀 虽然年少 但是有勇有谋 也算是 一代明君吧 龙小弟啊 你就是天生能奴才的命啊 我说 都这个时候了 还替你那个皇上主族说话呢 他能有什么 很高明的策划呀 按照我的想法 他呀 就是不把你的命当命 关键时刻 让你去给他当替死鬼 知道吗 老大你就别当着我的面 说皇上的不好了 你这不是为难我的吗 行 我就是因为把你当兄弟 所以我跟你说话 才不避讳 既然你不想让我 这样说的话 那以后去剪好听的 假的话跟你说呗 好了 我这气量没那么小 岂会连一个小姑娘的 口无遮拦都容不下 我知道 你之所以骂皇上 是因为担心我的安危 对吧 当然了 龙小弟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的亲人 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 你听我的啊 你可千万别因为什么 你的皇上 你的主子去卖命 关键时刻 你得记得保护好你自己 千万别于衷 知道吗 好 你就放心吧 我可以 悄悄地把皇上的计划 告诉你 你把皇上的计划告诉我 这么重要的事 你不怕我卖了你啊 在这皇宫里边 除了皇上 和太皇太后 你就是我最相信的人了 谁让你的心思 最为单纯的 李德峰 送欢答应回永和宫 遮 没想到康熙如此谨慎 在宫里竟然背下了自己的替身 在我们入宫计划方案中 第一步是拿到铜侠 第二步就是刺杀康熙 我们一定要周密计划 务必要分清楚谁是替身 谁是真正的康熙 确保一击成功 这就需要小师妹 多想想办法了 查清楚龙三的行踪 什么时候会去假扮康熙 又如何区分二人的差别 其实也没什么可难的 至少在临幸后宫嫔妃的康熙 不可能是替身 到时候拿到了铜侠 她再召你事情 我们就有机会了 刘师傅 此季虽然可以暗杀成功 但忽略了卿城师妹的安危 恐非上策 有大师兄的担心 再危险也知道了 这 行刺康熙的行动 是下一步计划 还早着呢 我们还是先再想一想 接下来的行动 康熙居然会派几个 会摔跤的小子去擒拿傲拜 这个计划 比我们未来行刺的计划 更加冒险 不如 我把康熙擒拿傲拜的计划 告诉傲拜 傲拜岂会坐以待毙 到时候他们君臣内斗 无论谁赢谁输 我们都可以坐收余礼 什么 康熙在暗中训练几个小太监 小侍卫摔跤 想借着摔跤的游戏 擒拿老夫 你这消息来源可靠吗 他已经开始怀疑 行刺利贵人的幕后主使 就是中堂大人 所以加强了对利贵人的保护 被之想尽办法也无从下手 这康熙少年老成 若是他真的想拿下老夫 那他绝不会向任何人 投入半点风声 更何况老夫乃大清第一勇士 这康熙岂会指望几个 只会摔跤的少年 就能拿得下老夫呢 这种计划太过儿戏了 说不定他们是想钓鱼吧 想让老夫主动上钩 若是老夫先动手 那就中了他们的计了 那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下诏 拿下老夫了 中堂大人思虑周密 卑之佩服 不过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若是皇上单独召见中堂大人 大人小心防备为何 老夫这大清第一勇士 可不是浪得虚名 又怎会怕他那几个 只会摔跤的少年呢 更何况老夫在宫中 埋伏下了不少的心腹死士 若是康熙小儿真的肯冒险 与老夫翻脸 那老夫定会让他后悔莫及 得牺可 Pix 皇上 欢答应到了 也欢 召见皇上 平身吧 谢皇上 是你啊 龙小弟 你小奇大 你给我装什么皇上 这皇上跟龙三竟然长得一模一样 你怎么知道在你面前的是龙三 不是皇上呀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皇上啊 那三叶事情 虽然把灯光调得很暗 而且啊 还戴了个面具 但是我可以看她的眼睛啊 她的眼神跟你完全不一样 你的眼神呢 温柔体贴 她不是 皇上看你的眼神 很冷漠疏远吗 也不是 她看我的眼神有一种 有一种猎人 看猎物的感觉 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那种感觉就很奇怪 就是觉得她不是什么正经皇帝 要不是你们俩眼神不一样啊 我还真认不出来 对了 你叫我来干吗 我这次叫你过来呢 是想跟你道个别 道别 你要去哪儿啊 还记得 我上次跟你说过的 要勤拿傲拜的计划吗 今天就是计划展开的日子 皇上已经宣找傲拜 单独来御书房觐见 所以我要亲自动手 和那些训练已久的侍卫 和太监们一起勤拿傲拜 什么 你要亲自跟傲拜动手 傲拜可是大清第一勇士 你亲自动手 你就死定了 傲拜一日不出 皇上就无法真正侵承 而且 傲拜手握军权 皇上也不敢下旨捉拿傲拜 但是傲拜此人呢 自视武功甚高 性格极为故好 他绝对想不到皇上 会找几个摔跤手 在宫里边要欺纳的 这样出其不易 反倒有可能成功 而且 皇上还安排了李公公 在茶里边下了一些药 傲拜喝了以后 就会内力进食 李公公 皇上让李公公来协助你 对啊 李公公从小就进宫了 侍奉过太祖皇帝和先皇 深得太皇太后的宠幸 可是那个李公公 怎么了 算了 算了 没事了 龙小弟 你别那么傻 你别替皇上去卖命 你肯定会死的 你别去了行不行 宋夜啊 特意让你过来 跟你道个别 毕竟我活到这么大 你是跟我关系最特殊的人 这一世 我可能只能做你的龙小弟 是你的杰白兄弟 是你的杰白兄弟 可是来世 我希望做你的青梅竹马 老大 你怎么哭了 我 我们两个是结背兄弟 说好有父同向有男同当的 你要是去送死了 就凭我这三脚帽的功夫 我根本救不了你 那如果你死了 那我也得去死啊 我还不想死呢 我还有很多美食没有吃呢 我还有很多心愿没有完成呢 那你就别陪我去死了 让我自己一个人死就好了 反正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怪你 顶多变成厉鬼来缠着你 佩佩佩佩 你明知道人家心里特别着急 你还说这样的话 朵朵 好了 别哭了 这个计划 他又不一定会失败 也许就成功了呢 等我别了 你先回永恶宫 等消息吧 龙小弟 只能这样了吗 没有什么更改的可能了吗 只有过了这一关 皇上才是一条路 要不然的话 他只是一条冲 那你等我一下 你要干嘛 不许进来啊 我没让你进来 你不许进来 不许进来 老大 你好啊没有啊 你再不出来 欧拜可就来了 哦 我知道了 知道了 马上 老大 我进去了啊 老大 你好了没有 啊 老大 你不会 真是以为我要赴死了 就要以身相许了吧 呸呸呸呸呸 你怎么变得跟那个小色皇帝一样了 真是寂寞折黑 给你的 这个是金蚕背心 熬拜给我的 据说可以刀枪不入水火不侵 反正我留着也没用 给你穿吧 你还能保护着你自己 好香啊 老大 这上面还有你的体相和体温呢 你 你干嘛用那种 四眯眯的眼神看着我啊 你这样很猥琐知道吗 你赶紧穿上吧 这之前我贴身穿的 反正我用不上 你穿上以后 还可以护住你的要害呢 既然是你穿过的衣服 那我当然要穿了 要不然 你替我穿 你这说的什么鬼话呀 我不想理你了 老大 老大 我是你老大 你是我小弟 所以你得听我的知道吗 不能死 是 遵命 是 六师傅 康熙请拿偶拜的计划 如见在显 一触即发 依您看 结果会如何 这很难说呀 康熙少年老成 而且又有太皇太后 和一帮效忠爱心觉罗的老臣撑腰 而偶拜又老摩深算 在朝廷中以数大根深 这两虎相争 谁赢谁输 还真的挺难预料的 不管是谁赢谁输 对于咱们整个联盟来说 都是有利无弊 咱们不妨坐山观虎斗 薛姐姐 已婚 怎么了 薛姐姐 六师傅 快 快点去救人 出什么事了 你要救谁啊 救龙三 龙三怎么了 今天康熙要在御书房 其拿敖拜 但他自己不敢去 却让龙三扮成他的样子 带那些小侍卫 小太监去抓敖拜 而且 他还让李公公 在敖拜喝茶的水里放药 可是李公公是敖拜的人啊 他肯定把这些计划 都告诉敖拜了 环妹 你犯糊涂了吧 就让康熙跟敖拜 去内斗好了 你急什么 如果真的是康熙的话 我不可能着急 可是去的是 我的兄弟龙三啊 我们是败过靶子的兄弟 如果他死了我怎么办啊 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 你和那龙三结拜 本来就是闹着玩的 你还当真了 朱哥哥你说什么呢 我们是认认真真地结拜 怎么是闹着玩 这龙三平时对我这么好 如果我见死不救的话 那太不像话了 可如果为了救一个龙三 我们几个都出手的话 这样太危险了 我们很容易暴露自己 欢妹 你对龙三 真的只是结拜之情吗 朱哥哥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胡思乱想 大师兄 小师妹虽然任性顽皮 但是她还是很有是非原则的 她对那个龙三 一定只是结拜之情 还是学姐姐了解我 没错 我不想欠人情 我更不想欠人一条命 义欢 你可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 你是大明郡主 是未来大明太子妃 那你现在的什么 龙三结拜大哥的身份 跟这个身份比起来 根本就是不值一提 更何况 龙三又不是为了你去死 她为的是她的皇帝主子 可是 好 那我们就不去帮助龙三 也就是说 如果龙三败了 康熙也就败了 康熙一旦败了 这个敖拜就会发动政变 让她自己当皇上 敖拜这个人生性残暴 如果她当了皇上了 比康熙更难对付 而且那个时候 学姐姐你怎么办啊 可是我们换个法子 我们协助龙三 帮助了康熙 打败了敖拜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得到了 康熙的绝对信任 到时候你们就有机会 进宝库去找铜侠了 他们就会败了 他们就没人 在那里 调查 这就是 所以我都会败了 这就是 我们就像 你 一 奴才 参见皇上 免礼 赐座 谢皇上 赐茶 喳 赐茶 喳 春秋两岸 时光最轻放可谈 衣裳的缘 将心流于人身间 手握乾坤 仙风雨子在云端 花开之间 柳红铁月掌心情圈 天与地 开在眉间 谈千秋 万事怀愿 心中喜流 回远方清泉 回首一生 回首一生 路满满 天与地 开在眉间 谈千秋 万事欢颜 书继续情愁 望月定烂 在眉间 心深入梦 心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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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